喜歡吃加工肉的 跟不喜歡吃加工肉的這個 發生心血管疾病的 加工肉這一組喔 是沒有吃加工肉這一組 他得到心血管疾病 是他的將近八成 八成 高這麼多 對高這麼多 所以如果你們喜歡吃 漢堡肉 火腿 這幾個 如果你每天都會吃到他的 那其實你得到心血管的幾率 是非常的高 你剛剛說的這些沒有一樣東西 不是小孩喜歡吃的 對啊 不可能這樣 因為小孩不是 連三明治 他說媽咪我要漢堡肉三明治 那我們家是都要火腿肉三明治 而且香腸 香腸多好吃啊 對不對 大腸包小腸 裡面還有大蒜 有蔥 有那個香菜 還有酸菜 對啊 不過我們這些媽媽們 真的為了下一代 還是要冷靜點 好 冷靜 仔細的想一下 不過憲哥你可不可以幫我們算一下 如果我們每天都吃漢堡的話 我們一年大概要花掉多少錢 好 我們算一下 如果像現在來講 79塊 一個月是2370塊 那一年的話是將近3萬塊 哇 所以真的是耶 小少魚都差不多啊 差不多 那袁希請問一下 一年如果說在外面買的話 要3萬塊 能不能教我們自己做 又健康又便宜的漢堡 好 老師 那問題是在那塊肉 對 所以我們現在要從這一塊肉 教我們做一個健康的漢堡肉 對 沒錯 那因為我們是自己買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絞肉我可以選擇 我可以選擇低脂的絞肉 那你不用擔心它說 好像會很澀 因為今天我要加一個秘密武器 對 豆腐 對 而且我今天特別使用的是板豆腐 一定用板豆腐 大概半塊的板豆腐 為什麼呢 因為板豆腐它的口感 模仿肉品最像 是 而且豆腐的營養價值很高 很高 對 它是因為中國人從古以後 發明豆腐以後 對 它代替了一個肉品的一個 攝取蛋白質的一個機會 是啊 你想想看 黃豆會被認為是田裡的肉 對 所以它其實是最像的 對 然後我用這樣的方式 讓大家通通都黏在一起 對 那其實小朋友在裡面 他吃不太出來 這裡面有加別的因果 如果要給他看到他也不知道 那你這個蛋這樣子打散了以後 大概半顆蛋就好了 是 加太多的蛋也會有一點問題 等一下在煎的時候 它會有問題 是 大家都就是現在很想學 這個是醬油 對 然後一匙醬油 是 一匙醬油的目的 其實只是為了調味 嗯 因為等一下 我們外面還要做一個醬 所以它其實 這是什麼 這是酒 米酒就行 但是你家裡有什麼酒 用什麼酒都可以 目的只是希望讓肉的味道 變好一點 對 因為你高溫它酒 對 等一下 就沒有酒精了 所以不用怕 然後均勻的攪拌 然後要攪到什麼程度呢 你就隨便這樣捏一捏 然後你會發現喔 我捏得很隨便 對 然後讓這個豆腐喔 有露在外頭 我也不用擔心 因為我說過 我還是要用豆腐來模仿它的那個感 就是肉的質感 對 好 然後這樣子差不多 你大概隨便這樣捏一捏就好了 對 然後這個時候教媽媽們一些小小的技巧 就是像文婉家裡 對 小朋友不太愛吃青菜 怎麼辦呢 對 把胡蘿蔔泥磨成泥 喔 胡蘿蔔泥 對 還有小朋友不愛吃青菜 小朋友就去桃又胡蘿蔔 對 洋蔥 都可以把它弄成泥 是 然後我們這樣子 所以不只是只能加豆腐而已 什麼都可以加 重點是 重點是甜蔥 越多越好 真的 對 因為它會變甜 然後這樣子一個圓圓的一個像獅子頭一樣 對 要把它壓扁 為什麼等一下才好煎 喔 然後中間呢盡量把它弄個洞 有蛋啊 對 盡量弄個洞 為什麼弄個洞呢 因為等一下我們在煎的時候它會膨脹 喔 是 然後呢 倒少許的油 我們就整塊要放上來 對 老師這熱量也很低耶 真的 是啊 那沒什麼油啊 調味料也不多 就是盡量讓它少一點 對 那如果在減重的朋友 我還可以教大家 甚至連這個油都不用用 好 你就直接拿到鍋子裡面去把它蒸熟 像一塊肉餅對不對 完了以後 再回到鍋子裡稍微清煎一下 兩邊煎一下 對 它就有顏色也有味道 我覺得這個方法好 很好 這個好 而且像我家小孩不喜歡吃蛋 那如果這樣子的話 我可以蛋多加一點嗎 不能太加太多 不能太多 因為它會散掉 因為水分太高它會散掉 是 不過這樣子小孩也有吃到蛋 吃到豆腐 然後如果媽媽再加一點蔬菜泥 對 那這個肉我們其實不需要把它壓得太薄 對不對 不需要 你可以看到 口感會不見 我把它壓跟外面一樣耶 我把它壓薄的目的 只是希望它快點熟 然後小朋友因為都很喜歡番茄醬 我們不可能禁絕它吃番茄醬 對 所以我們用一個方法 讓它有一點番茄醬的感覺 好 在這個地方我用醬油跟番茄醬 是1比1的比例 就這樣子 稍微調解一下 把它這樣子塗在上頭就好了 喔 醬油跟番茄醬啊 對 然後你就把它塗在上頭 是 這可以吃吧 可以 這樣才不會沾鍋 不會 你吃一下 真的 真的耶 可以騙小孩耶 真的假的 我以為太難騙了 我現在試試看 來 可以耶 對啊 自己可以控制那個比例啊 對 然後味道也有了 對 好 那這樣子呢把它全部都煎熟了以後 如果你希望就是比較稠一點 反過來再煎一下就好了 這樣子呢 所以可以先塗醬 不用怕它那個 不用怕 但是塗了醬以後 就是快要好的時候 我們塗完醬以後 然後這樣子的一個漢堡 你可以把它先做好 放冰箱冷凍 兩個月以上都沒有問題 那這微波就好了 對 然後拿出來用微波的 微波完了以後煎一下 好笑喔 你說媽媽 喂 這是什麼結論 叫姐姐 已經學到了 這樣做一個漢堡的成本 差不多多少錢 我算的是比較 如果說貴一點 我們做的很大份的話 但是最高不會超過30塊 就包括那個麵包的錢 對 包括麵包的錢 對 包括麵包的錢 那如果一個漢堡 差不多用 我們用30塊來計算的話 對 那一年可以省下 差不多一萬八千塊 真的 都是錢錢錢之料 而且又很健康 真的 好棒喔 對 好 謝謝老師 這個好香喔 真的 大家可以試試看 試吃吃煎蛋 拿筷子囉 對 謝謝 聞到香味了 聞起來都很香 好香喔 可以佩佩妳小孩 小小魚如何如何 而且它有那種烤肉 這樣刷過的香味 然後肉這樣散發出來 又有蛋的香味 對 因為我們自己做 我們可以控制醬油在裡面 烹調的時間 它不會這樣在夜市裡面 被燒烤這麼久 然後就會有碳化的問題 你只要讓它在裡面 輕輕觸鍋一下子起來 好 就會有香味了 雖然醬料很少 可是其實醬料是 味道很夠 對 老闆娘你覺得咧 我覺得非常好吃 而且你知道嗎 因為還有那個 番茄醬的甜味 對 所以我覺得說 再放一些蔬菜進去 它會更好 沒錯 最主要是自己攪的肉 有那個肉的緊實感 那加上那個豆子 而且肥肉沒那麼多 加豆腐以後 覺得那個鬆鬆的 不會很硬 擔心很硬 對 而且你仔細吃 我真的不曉得 小孩子可能 他的敏感度比較低 像我這樣吃 像我這樣吃 我覺得外面有一種 你真的臭臭的味道 那個肉比較臭 對 對 可是這個就是完全就是 原味的那個 很棒的香氣 對 我覺得孩子如果吃了這個 不會喜歡吃外面 而且我真的 我覺得妍心老師很厲害 那個豆腐的確是 最會模仿肉的口感 非常像 它跟肉的感覺非常的像 尤其你跟小肉弄在一起之後 其實真的吃不出來 還以為是吃到那個很嫩的部分 對 是模樣的 太好了 我們今天學了兩招 可以回去照顧我們的孩子 至少可以騙三年了 三年 對 謝謝妍心老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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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其實啊 這個垃圾食物啊 因為呢它的美味 實在是讓大家都無法擋 對 雖然我們知道呢 它可能熱量很高啊 油分很高 鹽分很高 但是就是忍不住 今天太好了 有專家跟達人來呢 告訴我們如何自己自製 便宜的美味料理 對 沒有錯 不僅僅是小孩子借不掉 坦白講連大人都借不掉 沒錯 那我們最後一起來聽聽 憲哥有話跟你說 好 我們大家會說 忍得嘴 愛吃不怕去 沒吃大心氣 既然借不掉這種甜蜜的滋味 我們無法改變環境 我們可以改變我們的心境 只要我們多一點用心 多一點辛苦 就可以讓你擁有一個 幸福快樂的人生 沒錯 學會了今天這兩道料理之後呢 我們的下一代有希望了 我們可以擁有一個健康的人生 對 我是可以減肥了 沒錯 謝謝所有的來賓 謝謝 謝謝 謝謝